是有人问啊 说是自媒体啊 经历了多久了啊 有哪些阶段 又有哪些大的事件 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 我是怎么这个进入这个自媒体的 我最早做自媒体的时候 是从博客论坛和这个贴吧 那个时候啊 没有想到怎么赚钱的事情 那个时候就是文匹 就是什么 就是你引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当别人违背了你的兴趣和爱好的时候 咱就用文章来攻击他 那个时候我是坚定的支持寒寒的 谁要对寒寒不利 那我就写文章 那个时候真的是什么 叫做文章论战 就不服咱就干 写篇文章 你不像现在 现在这些年轻人 说我不喜欢你 我就骂 那太俗了 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 还有点这个水平 说我不喜欢你 我为啥1234 你说的不对1234 我们来这样的来进行文章之间的PK 那第二阶段叫做什么呢 叫做QQ空间和这个微博阶段 那这个阶段我们就想赚钱的事了 事实上是通过什么 通过不服就干 用文章来锻炼自己 然后到了第二阶段 一般情况下 第二阶段能赚钱的全是罪利人 说我写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真好 你知道吧 然后的话 你就大量来给你打赏 那个阶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说打赏的人特别多 不像现在 现在骂人的多 打赏的少 给这个网红 打赏的多 给这个价值打赏的少 那个年代是没有跟上网红 说你这个就是臭不要脸的啊 说这个写文章的给我价值 我打赏我愿意啊 所以这个阶段是派成什么 派成自媒体大咖的阶段 那个QQ空间那个阶段啊 那真的是减钱一样 说每天五块钱 十块钱 一百块钱 两百块钱的都有 那不仅是打赏 那还可以卖东西 那个时候的电商来了 电商来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用什么QQ空间 用这个微博呀 那个导粉丝也好 或自己卖也好 什么丰胸的 减肥的 增高的 保健品美妆的 你看一看 那个时候啊 只要一个自媒体人 哪都发家致富了 第三阶段是什么阶段 公共号阶段 这个阶段的话 就是一个什么 苦逼坚持加油 才华的阶段了 不像以前那样 赚钱那么容易了 当我们做公共号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真的不敢 QQ空间和这个微博阶段了 那个阶段赚钱容易 现在写空 那个公共动号 太苦逼了 所以说很多很多人就流失了 说我不写了 说我那个时候写的 什么一点就能赚钱 现在我写公共号 不赚钱了 所以这个时候公共号 我们就讲究什么 就是坚实 苦逼和才华了 但是公共号的话 也能赚钱 微商来了 微商和公共号结合 是这个年代 那第四个阶段是什么 直播来了 直播我们没赶上 为什么 我们赶不上小仙佑 直播阶段的 红利是被什么 被小仙佑 被颜值高的 被有才华的 被能唱歌 能跳舞的人 所拿走了 那第五个阶段什么 叫做短视频 自媒体 社交化来了 那这个阶段是刚刚开始 是谁能拿到红利的话 还有未知 所以有人所说 说我只做社交化 那个商业怎么来 那个商业不是你想的 那个商业是时代想的 那个商业是有商业的人 找到你 你就有商业了 是吧 那我们来细细的来分析 这几个阶段 有哪些特点 那第一个特点是什么 是流量变现的一个阶段 说我这个有流量 我能够把它变成什么呢 变成这个广告 我能把它卖出去 那第二个阶段叫什么呢 叫粉丝变现的阶段 那就是什么 QQ空间 微博 公众号这个阶段 说呢 你看了我的文章 你给我打赏了 同时的话呢 我让你加我的好友 我可以卖东西 也可以什么的融资 所以这叫粉丝 经济的时代 现在这个时代叫什么 叫做社交化商业的时代 社交化商业的时代 社交化商业新零售的时代 现在刚刚开始 谁也没有严静明 谁呢 也能什么 不晚 所以大家都在做这个事情 现在要么就做好社交化 要么你就做好供应链 我们做不了供应链 那么只能做好社交化 所以只要做好社交化 你这个玩短视频也好 玩这个抖音也好 总这个原创文章也好 你不要急 因为时代会让你变现的 我是孙文贺 针对于自媒体的历史和大事 还有流量 粉丝和社交化 这个晋升 我是愿意跟大家交流的 大家也可以留言 谢谢 谢谢 我先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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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